作词 李宗盛 流着汗水磨磨辛苦的工作 你是不是想我就算受了冷落 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 你是不是想我整天忙着追求 追求一种一向孤岛的温柔 你是不是想我曾经茫然失踪 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 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我从来没有忘记我 对自己的承诺 对爱的执着 我知道 我的未来不是梦 因为我有计划 时间是八点十三分了 尽管全国志愿交通网 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尽管星光下 我是讲童 张雨生所带来的这首歌曲 我的未来不是梦 就到了礼拜五 爱的被忘录这个单元 今天藉由这首歌曲 我们要来关心的是哪一个族群呢 就是一些青年朋友们 你的未来有些什么的梦想吗 若说你认真你努力的话 相信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的 那但是有人说 要有美好的未来 要先把书给读好 要念好学校 一张文凭好的文凭 可以帮助你加很多的分数哦 可是一张文凭一个学校 它除了加分之外 在学校里头 我们究竟能够学到什么呢 好我们今天所要谈的主题就是 从感恩当中看见大学教育的爱与温暖 针对今天这个议题呢 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 华办大学的校长 朱建宁 朱校长目前在我们的电话线上 朱校长晚上好 朱生晚上好 是我们刚才提到说 这个大学教育 如果说有受到好的话 也学到真的真本事的话 的确对于我们个人 未来的这个事业是有帮助的 可是这是在这个技能的部分 但是现在很多这些学校教育 有些年轻人却不知道感恩 却不知道爱与关怀 也不知道给予这个社会 一些适当的温暖 这怎么回事啊 其实因为在很多学生求学的过程中啊 社会也好 学校也好 甚至很多的家长也好 都是期待学生呢 追求他的成绩 那追求成绩 分数其实就是追求个人的一种成就嘛 那长期关心自己 那少的关心别人的这种习惯 所以愈发的 熟读的越多 有的时候就越自我中心 这个现象是 我们可以说长期以来 以这个成绩 分数 作为一种 学问追求的方式的时候呢 很自然会产生的一种现象 就是越来越 自我中心 越来越少 对社会 他人的一种 关怀跟感恩 OK 不过现在讲 我们先把学生这块 我们先摆下来 我们放眼望去 有很多这些媒体啦 或一些报道啦 等等之类的 每次到了这个 大学连招的时候啦 或是这个考试放榜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很多媒体 他会去做排名的比较啦 分数的比较啦 等等之类的 其实似乎整个这个媒体 他所酝酿出的这种氛围 也让这个青年学子啦 或是这个家长 好像觉得 我就要去争取那种明星学校 我就要考高分 我就要干嘛干嘛 是不是也这个间接的 或是直接的驱动 成为这种社会的那种现象 是因为其实 现在台湾的大学很多啊 我们说现在台湾的大学 其实已经是一种普及的教育了 是 所以一百七十多所大学 不见得每一所 它的形态都是一样的 所以一个学生怎么样去选 适合他的学校 其实是蛮重要的 我想跟主持人特别报告一下啊 因为在这个 放榜以后到现在也有两三个月了啊 是 那很多学生都已经到了他选择的学校去 我个人是发现一个 最近几年发现一个现象蛮有趣的 就是目前台湾的大学生 很多周是一种区域化的现象 区域化 所谓区域化就是 高中生在选大学的时候 他相当一程度的会选 比他家比较近的 比如说我们华泛在台北县 石定乡 那我们的学生就来自于 像是宜兰 伊隆 木栅 文山 深坑 三重 板桥 中和 永和 内湖 清电 所以可以想象大概都在这个 有七成的学生呢 是在这个区域 那这七成的学生在这个区域 他们其实在学校里面 如果能够住宿的话还好 但通常他们都是采取 通学 因为选比较近 其实就是为了同学 能够住在家里 可是这会产生一个现象 就是学校就是 好像只成为一种上课的地方 我是觉得目前这个是蛮值得 这个各个学校要注意的 因为如果大学 它只是一个上课的地方 那跟补习班有什么两样的 所以大学这为大学 应该有它校园的文化 在同才 在师生互动里面 在很多的这种学生活动里面 有更多的这个学习跟熏陶 如果只是上了课就走 下了课就走 这种学习 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 可是我们却在台湾 目前一些发展过程中 发现这个区域化的现象 所以作为学校的经营者的话 很 就要想一个办法出来 怎么样让这些学生 长长的留在学校 就是让学校多一些 让同学可以流连忘返的地方 然后这些流连忘返的地方 又带有一点教育 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 也一直在试图来做一些这个因应的 是 其实甚至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说 现在有很多这个学生 即便是他当年的考试 分数很低 考进入这个学校 我们也不要把它排除在外 对不对 对 那因为我们除了这个求学做学问之外 也要学做人 然后也要学我们的这种 这份的那种开阔的胸心 就像我刚才 现在我想要问的就是说 一般的这个校园当中 有没有一些 不管是这个校内或是校外 或者说这个课堂当中 有在培养学生的这种责任感 跟利他心的这些这种课程吗 是的 刚刚主持人讲到这些问题 其实相当复杂了 因为在美国来讲 目前其实在大学教育里面 最受到社会肯定的一所大学 并不是我们常常听到的 像所谓的哈佛 耶鲁 斯坦佛这类的大学 反而是一所很小的学校 这个学校大概只有两千多个学生 叫做Williams College 威廉寺学院 他只有两千多个学生 但他采取的一种方式 就是类似所谓的师徒制 就是老师跟学生 有很密切的这种师生互动 所以主持人刚刚讲 那样的一些问题 我个人是觉得 就是也许不同的学校 可以有不同的做法 那我个人是比较偏向于这样的一种 大学的教育方式 所以我目前在华盘也在推 希望有一点像这种师生互动 非常密切的一种师徒制的 一种教学方式 那在对于不管什么样程度的学生呢 我们都可以有一种 补救跟因应 他比较学习快的同学 你给他更多 那学习慢的同学 你有其他的方式来补救 那最后刚刚提到 主任提到那个责任感的问题 我觉得这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很多同学只追求到 所谓他的成绩分数 可是大学如果还在 这个追求这方面 就是真的叫做上市大学的本质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 他要有比较宽广的胸襟 要高远的视野 那如果还把注意力完全盯在 学习 那个分数上面 是很不恰当的 所以我们非常鼓励 所有的大学生 在大学里面 一定要参加社团 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社团 在这个社团活动里面 学不只是参与别人安排好的活动 而且要去成为那个主持活动的人 也就是成为学生的干部 我觉得在这个大学里面 其实每一个学校都会给学生很多的机会 去磨练他们带人处事 我个人每一次看到这些学生干部 我都对他们非常的 一方面是非常的那种感激 一方面也非常的喜欢 我对他们也非常的肯定 我觉得这些学生干部 在这个学校里面 学会怎么样去办活动 怎么样服务别人 然后怎么样带人处事 将来到社会上的这种责任感 刚刚主持人所讲的这种责任感 他在学校里面就已经培养出来了 真的耶 不过校长 真的是很巧 今天讲童在下午的时候 也去主持一场记者会 然后那个记者会 它是这个大电视台 在明天要开播的 一闪一闪亮晶晶 他讲的就是在教育界 很有名的一个曾玉珍 曾老师 他在从教育这个工作 将近三四十年的这个时间 他对于那些教学的这个对象 不管你是不是问题家庭 不管你是不是坏学生 不管你是不是成绩差的人 不管你是 或者说你成绩有多好 说你更有品学金 有什么的 那他每一个教学的方法 跟对象都不一样 而且他从来不放弃每个人 是的 那我们后来在当场有分享很多很多这个这个观众啊 他们在上海分享说 他们在这辈子当中所遇到的这些老师 他说好在我有遇到某某某某的这个好老师 让我的这种行为啦 整个那种观念啦 整个逆转 不怕一些困难 那他才能够有今天这个小小小小的一个成就 所以呢 学校教育 他说对啊 真的是很重要 碰到个好老师 一个好的学校的一个学习环境 真的是很重要 因为其实做老师啊 最大的回馈啊 就是在于说你拨下的种子 你居然在不其然的时候 看到它所撞出来 像是 不过校长请你等我一下 我们现在来关心最新路况 说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民间收费站前 大概一公里处的中线有个指向掉落 国道中山高的北上啊 92.8公里 国二队 杨梅分队通报说 靠近在公道五交流道的中线 有两部车发生状况 目前正在处理的关系 哇 后方回堵车站 尾端排到了96尾 这样算算将近有5公里车站在排队哦 就是在中山高的北上 92.8公里 公道五交流道的中线 两部车事故 目前正在处理 后方呢 排了将近有5公里车站 国道三号 在南下的19.8 福德隧道的外侧 庞茂自小客车 已经被国酒队排除了 8.25分 尽管全国资产交通网 今天在礼拜五 为您进行的常态性单元 爱的备忘录 我们来关心的是 我们整个大环境教育的这一块 今天在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 华范大学的校长朱建民 朱校长来跟我们谈谈 如何在教育当中培养学生的感恩心 从大学教育当中看到爱与关怀跟温暖 那么校长对不起 大家打断你的话 你刚才是要说 我讲说 其实做老师的最大的回馈 其实就是可以看到自己曾经拨下的种子 不知道在哪一天 你又看到它了 它居然成为一棵小树 一棵大树 那事实上在我们的老师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经验 有的时候 比如说有一个老师 他这个教一个学生 那学生非常叛逆 甚至叛逆到最后转学了 可是当毕业典礼的那一天 他突然看到那个学生 怎么出现在毕业班的那个同学堆里 就那个同学跑来跟他讲 他说老师 虽然我现在转学了 我其实是 今天是另外一个学校的毕业典礼 我应该去参加 可是我心里觉得 当年就是你 对我做了某一些这一种启示 真的是恩施 促处 所以我还是愿意回来 参加这一场的毕业典礼 虽然我拿的是另外一个学校的毕业典礼书 但我心里面觉得我是你的学生 那个老师听了以后好感动 我上天我也觉得好感动 对觉得好感动 我当时他也跟我讲了这个事的时候 我刚才讲了 我说你就是剥了一个种子下去 而且你剥了这个种子的时候 虽然那个学生很叹育 但你没有带着气去剥这个种子 我们有的时候去教育人或者说劝导别人 如果是带着气 你剥下的种子就是一个坏了的种子 所以他在剥种的时候 他是带着一种宽容 是 所以那个种子当场可能没有效果 可是事实上两年以后 居然有这样的一个 他自己都非常惊讶 我觉得说像学生啊 有的时候我们讲说 好像他不懂得感恩 不过校长因为还剩下两分钟时间 对 那么我们现在来下个结论了 就是刚才校长提了很多很多这个案例 那我们是不是也请校长 再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 告诉我们说 如何要给学生去感受到爱 并且要让他们去学会感恩 针对这个议题 我们来做个总结好不好 校长请 还剩下一分钟时间 是 一方面就是我们在对待学生的时候 要有耐心 不要期待说你所教导的 或你所说的 学生会立刻的就能够体会 或者接受 所以我们在撒出这种良善的种子的时候 必须是抱着一颗宽容良善的气 宽容 如果你是抱着一种意气 一种气氛 去教导别人的时候 你所撒下的种子 是已经浸泡了坏的汁液的种子 它是不会发芽的 耐心跟宽容 对啊 就像我今天访问 曾义珍 曾老师 他说他对每一个学生 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对 而且呢 这个是非常 我们都期待这样的老师多一点 对 下一代也会更幸福的 就像刚刚我说的 其实曾老师 他说像功课好的人 大家认为他是好学生的 他也在观察 他有些什么背后的一些 这种压力 跟问题 他也要去找 找些问题 把他出来解决 所以不见得只有坏学生 都有需要 对 年轻人如果身边有 在成长的过程中 身边有一些长者 关心的人 陪着他一起关怀的话 他的成长会更加茁壮 是 没错 更加完整 好 今天呢 也谢谢我们来自 华泛大学校长 朱建民 朱校长接提醒 从感恩中 看见大学教育的爱与温暖 校长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再见 拜拜 by bwd6